现在就是一小心就有画到粉色洞了 大家就有说我今天妆都一样 然后接下来呢 我就会迎进一个比较重要的日子 其实我和我的对象终于谈了一年了 到5月31号 我跟他就整整谈了一整年 第一次谈以言回单位的恋爱 就以前总是看别人嘛 看其他人谈以年的恋爱就很羡慕 但现在轮到自己了 就觉得其实也没多难 就现在发生到自己身上之后 觉得其实一年就好像就是眼睛眨一眨 然后就过去了 他就说大家都知道我来做不做小之后 就问了最多的问题就是 跟你比一小的男孩谈你也累吗 我只能说因人而异 最近拿到了一套非常有趣的眼影 是这个是不是长得跟麻将一样 然后想起了现场的卡五星 这个眼影叫 我看小红书上很火 叫合装麻将眼影 我拥有42个这个麻将 但是好像打不了麻将 我上次还能数一数 这个省可以修鼻子 还有中文文人喜欢问我说 跟弟弟谈你也累不为什么的 我觉得只要两个人思想上没有代沟 然后你也上相关没有太大的不同 说实话我累的 但是有一个瞬间 是你觉得你怎么搞得累 是什么瞬间呢 就是你们吵架的瞬间 你觉得你坐在这 你坐在椅子上呼吸都是累的 所以大家谈念不要把年龄就是 框在一个框架上 不要觉得我谈一个大叔 我谈一个哥哥 谈一个什么比我大很多的 肯定就懂我能照顾我 不知道大家现在谈念 思想会不会还跟我十九二十岁的时候一样 我十九二十岁的时候 还是想的是 就是我只要开心 我才不管你怎么怎么样 我现在就觉得早收心 然后就是早开心 你本来的最来密集啊 就怎么说呢 就是首先让他记住你这个人 然后你慢慢的去了解他喜欢的东西 然后你去进入他喜欢的东西里面 不要有人觉得 我就说啊 他一言的那样 就是他得舍什么的 我没得舍 我只是觉得就是站过站里 我就很可贵 真的很可贵 因为孩子从来没体验过这种感觉 平时也不怎么在 就是平台上面给大家讲 就修爱啊什么这些的 就只能给大家讲讲这些恋爱的琐事 然后给大家就是听一听 今天也算是精致了一回啊 贴个假睫毛 还有就是大家遇到喜欢的人 不要怕 真的不要怕 就努力的去追啊表白啊 最后擦掉我们这个嘴上这个 成功精华 就瞬间水嘟嘟的感觉 最后涂一个很丝滑的口红 把把你的心给我 把你的爱给我 这样我才能大胆 尝试有更多的把握 我要的也不多